10大市值的變化 觀看這張圖比較複雜 因為我們把全球市值 前10大的公司 做出了排序 還有截至上週五為止 最新市值的排行榜 當然第一名是蘋果 在禮拜五大堂之後 它總市值已來到 8421億美金 第二名就是Google 在禮拜五的時候 也受到財報刺激 正式突破了7000億美金 另外微軟也來到6400億美金 現在排名第四是亞馬遜 5288億美金 FB第五是5166億美金 全球十大第六第七 分別是中國的阿里巴巴跟騰訊 目前都已經來到 4000億美金的量級 因為我們在資本市場 其實越大越胖越好 所以小時候胖不是胖 但小時候太胖 長大就受不了了 到八九十名 分別是三星的3200億 歐爾口的兩千百億美金 跟台灣的台積電 兩千零九十八億美金 外面給我們先做觀察 因為每個時代都必然會出現一個 企業的突破跟產業的革新 不管從一九二零年代到一九九年代 我們都看到科技股的市值的膨脹 代表一個世代來臨 可是回來觀察一點 因為從過去的經驗 它的市值不可能無限膨脹下去 像當年的思科市值也一度超過 兩千億美金 三千億美金 最後腰斬 再腰斬 我們怎麼觀看 雲端業務到底有沒有過度高估 我們講資本市場高估的風險 您的觀察 我覺得大家看美國幾個大的網路公司 這個股價或者說業績 未來的成長怎麼行 我覺得有兩個主要因素去看 第一個問題就是技術 技術我覺得可能未來三五年之內 可能就到達一個瓶頸 什麼叫未來三五年到達一個瓶頸 就是從1968年 摩爾提出那個摩爾定律以後 那個時候他提出來是每18個月 計算機的運算會增加一倍 現在大概是每30幾個月 對不對 大概會增加一倍 因為摩爾定律 對不對 在技術上的 半導體技術上的這個瓶頸 越來越深了 像我記得10年前 我跑半導體的時候 那個時候半導體由這個 由微米進入到奈米的時候 好像很快 可是現在奈米進入到 最新是可以到達3奈米 3奈米大概台積電要 到三五年以後才開始量產 3奈米以後對不對 可不可能再進一步的做突破 我覺得瓶頸就非常非常高了 甚至於可能沒有辦法了 可能接下來就是要看量子科技 但量子科技 現在還在基礎科學的研究上面 還沒有應用到商業上 如果摩爾定律對不對 到達一個瓶頸以後對不對 第一個 可能台積電的獲利就會受到影響 因為它沒有進步的空間了 反而它跟別人的技術代差越來越近 這個它可能會受到很大量 第二個就是所有的高科技的應用 或者說產品的開發對不對 也會達到一個瓶頸 除非有新的突破 就是我剛剛講 比如說量子技術的運用對不對 可不可以讓科技的創新對不對 從一個零重新開始 否則就很難了 待會我們要觀察 因為這個市值的膨脹 它到底會膨脹到多高的地步 尤其在禮拜五 美國股市在財報的推波作然之下 刷新了歷史的新高 那下一檔重量其實是 蘋果第三季的財報 那對於蘋果來講 當然就不是第三季 對它是第二季的季報 那當然在iPhone 8的出貨不佳之下 可能表現不好 可能現在iPhone X又傳出了 是在排隊跟搶貨 我們要從它的財報來做觀察 我們把前十大的市值公司的營收 做出一個掌握 當然現在講到雲業務 那喊得最大聲就是亞馬遜 可是實際上亞馬遜的雲業務 在它總營收十分之一 亞馬遜的雲業務 還不如講是它整個電商業務 基本上的商業業務的電子商業化 就是把雲端用在它的電商化 可是事實上我們觀察 它股價迎來了5000億市值 今天是光用一些傳統的股價 股價怎麼計算 用最傳統的現金流量折現法 來做計算的話 觀眾朋友 其實亞馬遜目前5000億的市值 按照目前30年 美國國債值率超過3%來做計算 加上一點點風險貼水 它未來30年必須創造的現金流量 我算過是9175億 這個數字怎麼出來的 就是第一個 我們假設貼現因子是用4% 用30年固定年金 用這個因子換算出來是17.29 再反倒推它現在股市的市值 最後會出來9175億美金的現金流量 也就是按照目前亞馬遜的市值觀察 平均未來30年 每年要創造現金 正的現金流量300億美金 所以就出現問題 因為亞馬遜的股價市值已經那麼高了 卻有那麼高的本益比 我們最新本益比 按照過去幾個季度大概是275倍 大概怎麼觀察 因為市場這股價不可能無限膨脹 每一個時代都會膨脹 像20年代發明了絲襪 改變了女人的面貌 那是一個重大的發明突破 發明電視 發明網路都是個突破 可是市值會遇到一個極致跟頂峰 您的觀察解釋 好 這個不管是亞馬遜或說這個FAMG 他們的股價到底有沒有偏高 其實市場上 現在還有人在強力推薦買進 你知道是誰嗎 如果你常看CNBC 它裡面有一個就是 美股每次要開盤的時候 不是有一個這個 它也是另外一個節目主人 叫這個Mate Money 他叫做Jim Cramer 他到現在他還是認為 FAMG的股價基本上是可以買進的 因為他理由 這算是一個理由 他說因為這幾個公司的CEO 他跟他們自己家談過 他覺得他們幾個人 看事情的這個角度跟願景 是他所沒有辦法望極向背的 所以他覺得現在買進還是時候 但是到底是不是現在還可以買 我們要持續做觀察 但重點是就像你講 上個禮拜五 這幾家公司的股價 真的非常誇張 過去我們講的是FAMG 就是臉書 亞馬遜 跟Netflix 跟Google 上個禮拜五一天的這四家公司 市值大概增加了1200億美金 對 一天 如果是最近大家反而比較注重 是FAMG 就是臉書 亞馬遜 微軟跟蘋果 Google 不太一樣 對 這五家的話 上禮拜五是增加了2000億美金 2000億美金 一天 一天就比越南的GDP來得更多 就一天而已 但到底有沒有漲多 我們一個一個拆開來看 先看亞馬遜 亞馬遜上個禮拜五漲最多 對 我們來看一下 他上個禮拜五公佈的財報 基本上其實是非常不錯 原本預估他的這個獲利 大概是0.01元而已 就沒想要跳出來的數字是0.52 大家可以看一下 常常這美國股市 看股價要看他對於這個 高於預期多少 就高於預期是5100% 51倍 對 那過去世紀的話 曾經大概有高過10% 高過40%又低於70%左右 但這次一下跳到這個 對 可是他一季賺0.5元 他的股價是1000多塊 觀眾朋友你不要管後面是什麼單位 反正0.5塊美金 1000塊股價 你這樣算起來本益比 就如剛外民哥講的 是非常高的本益比 本益比高不代表是壞事 可是本益比高後面隱含著 是他的成長性的期盼 他已經是5000億美金的市值 按照這種本益比 他將未來市值會到5兆 10兆 15兆嗎 而且另外一個角度我們看 原本市場預估是0.01元 結果跳出來是0.52元的話 這個落差實在是太大 所以當初預測的這些人 完全是看不準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市場上也要稍微去做一個討論 另外我們看一下 他這一次最主要最主要 你說這個營收 這個年增率34% 大增 對 然後包括會員的會費收入 增加將近6成 然後未來這一季的話 營收大概會再成長3成 但重點是 貝佐斯一直強調他們這個產品 就是智慧音箱ECO ECO裡面有一個智慧的語音助理 叫Alessa 就是你要使用ECO之前 你一定要喊一句Alessa 他就知道你要跟他講話 他裡面有特別講到 他這一次的財報裡面 貝佐斯特別講到 所以這一次的語音助理的部分 基本上他現在 跟他相關的產品 已經超過2.5萬種 全球的這個大概 有非常非常多人在使用這個東西 那這個給他的評價 有超過10萬個都是5顆星 那另外這個活躍的用戶 也增加了大概5倍左右 連增率的部分 可是大家知道 像Alessa這種東西 基本上他現在只通英文而已 中文就是英文以外的 基本上還是不通的 所以目前只有在美國的部分 還是比較有收到市場上的歡迎 但是講歸這樣講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本益比 上面這個是亞馬遜的股價 上禮拜有來到1100塊 我們看一下他最近四季的EPS 就是從第三季往前加碼 大概來到3.94元左右 換算下來本益比是多少 280倍 大家去想一下280倍是什麼概念 本益比就是股價除以EPS 除以獲利 所以你未來你要賺EPS一塊錢 你市場要花280塊錢的價格 才有辦法去賺那1塊錢的EPS 這個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這一次亞馬遜為什麼股價這樣漲 另外一個邏輯 關於本益比就是 你現在用這個價格投資 按照他現在的獲利要280年 才能回本 所以他必要條件 你說這樣算很恐怖 我現在用1100塊買亞馬遜 按照他的鼓勵 他還沒有鼓勵分派 他基本上沒有分派鼓勵 就算他把所有的營餘分布 分派給大家 要280年才能把本金收回來 世光找官票員做個生意 我280年再把本金還給你 一定說不願意 可是亞馬遜就出現這種本益比 當然期待是 不是因為現在 可能明年後年大後年 他可以賺很大的錢 迅速讓我能夠攤平我的成本 對 市場上如果現在可以接受 280倍的本益比 代表就是他認為是未來的成長性 但未來的成長性我們看一下 我們之前有講過這個PEG這個比率 就是把本益比再除以這個成長性 市場上現在給他的EPS的成長性 大概是20%左右 就每年的這個獲利會成長20% 所以你把280再除以20%的話 換算一下大概是13.3倍 這就稍微比較合理一點點 所以說市場上現在 在包括我剛剛講的這個GinCramer 他們認為亞馬遜的股價 還可以買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這個PEG 就是這個本益比的成長性 基本上還偏低 就價格月地的話 還是有一些投資價值 市場上的一個看法 這是屬於亞馬遜的部分 但是我們再來看一下蘋果 蘋果當然現在最大的題材 在於iPhoneX 上個禮拜五下午3點鐘 我就是在那邊剁手擋 買買買買 來到嗎 運氣不錯 我算是要排2到3週 比較好的就是大概 11月3日就可以拿到 我要等大概三個禮拜的時間 蘋果的話 你看它的股價一樣 創新高 但是它的EPS部分 基本上它還沒有公佈 最近一季 但它的EPS基本上 目前是呈現一個 持平的 對 持平的一個情況 這也是每一個點 一個季度 一季 對 沒有 每一個點的話 是它累積過去四季 對 過去四季 所以它是有點平均值的概念 對 沒錯 現在就呈現一個這個 停滯性的一個情況 所以你每一個點 還是當作過去四季度的平均值 對 所以過去 過去四季度加起來的這個數字 對 所以過去一年半等於 它的EPS已經 遇到高原期了 對 那最近為什麼 股價會開始噴 當然有人說這個 它的本益比 其實它本益比是真的 算蠻低的 本益比才18倍 像標普500 現在本益比平均是在25倍 但是它這一波 應該不是漲本益比 因為它本益比 到現在還是很低 所以不是漲本益比 它漲的呢 可能是這個股價淨值比 對 因為它的股價淨值比 到最新的話 大概是6.37倍 是 根據它過去幾年的這個 股淨比來看的話 平均來講大概四倍左右而已 對 所以這一次呢 應該是因為股淨比 長期在相對的低點 對 所以呢 才讓它這一次的股價 對 拉這一段 所以它跟這個亞馬遜的情況 又不太一樣 它沒有成長性 它走的是股價淨值 現金流的比例 對 而且大家想說這個iPhoneX 雖然我在排隊 很多人在排隊 但是你知道 因為它現在貨出不來的話 代表明年第一季第二季 大家還在等iPhoneX 對 那我問你明年第三季 如果它要再出新的手機的話 這些現在拿iPhoneX的人 就不會去買它明年第三季 或第四季新的產品 對 等於說這個買氣是延後的 所以要觀察它後面的 這一次的買氣延長 會導致它後面的手機賣不出去 其實亞馬遜跟蘋果就比說 一個是成長性 成長性高本益比 一個是現金流低本益比 關於這個亞馬遜跟蘋果走的 財務模型是完全不一樣的 一個投資架構 另外我們再看一下其他 像臉書的話 其實臉書的話 它的獲利狀況就比較好 對 這個近幾年來講 就是呈現的幅度 增長幅度比較快 所以股價往上帶 本益比當然40倍 基本上如果以美國的科技股來講 4倍其實沒有算特別的高 所以算是還OK 那Google部分的話 本益比是37倍 不過它一樣 它最近的獲利基本上 也開始有一點慢慢往下掉 的一個情況 對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像Netflix Netflix的話 它就比較可怕一點 它的EPS雖然是有起來 但是一樣 它的本益比高達200倍 最近Netflix還籌借錢 發展 所以它的情況就跟亞馬遜 比較類似 就是本益比真的高得有點離譜 來到200倍 另外像微軟的部分的話 它其實最近的獲利 真的非常的不錯 大家可以看 它的本益比也不到30倍左右 所以如果整體來看的話 這個FAMG裡面 我覺得本益比比較高的 像這個亞馬遜跟Netflix 可能是未來這個 泡沫比較大的一個重心 這個本益比到底要怎麼估計 因為我們看美國股市 目前本益比25倍 大家講說25倍跟當時的 這個2000年的網路泡沫 超過30倍來講偏低 可是現在這個資金集中化 所以使得有大量的分母存在 讓整個美國股市本益比被拖下來 可是我們從這幾檔 剛剛大K介紹的FAMAG 來做觀察 現在本益比都不低 到底沒有股市 在禮拜五大漲之後 它的下一步要怎麼走 在這幾檔 在這幾檔